我之前和Gareth Tone合作 因為我自己也有留意他的音樂 我覺得他做一些快歌或有beat的歌都很棒 所以這次想做一首跳舞歌就找他合作 這首歌的唱法和之前很不同 還有一些很細微的東西要留意 他的音樂很多時都會有少少不同 所以有些很輕微的音樂要留意 我覺得這次是有少少挑戰的 還有一個語速上 因為他中間有類似Rap的東西 然後他的旋律也有少少快 那段時間和咬字要咬得好實 所以跟Terry錄了少少時間 MV為何選在美國拍呢 因為我本身很想在美國拍MV 所以上一年就實行了一個計劃 就是去那裏拍兩部MV 包括Blue Monkey和這首歌 還有在美國開市 很多香港都試不到的東西 例如MV到你會看到一隻獅子 在香港是很難實行得到的 不過就在美國嘗試了這個 這麼瘋癲的想法 這次我找了一個美國彭武師 Lando 他是我其中一個跳舞的偶像 我小時候看跳舞片已經看過他 也有幸十年前他來香港的時候 我上過他的課 一個隔了這麼長的時間 我再出了道 我真的有機會去公司給資源 去找一個外國老師排舞的時候 我就有想起Lando老師 膽粗粗地聯絡他 也很慶幸Lando老師 願意接受我這個邀請 然後一起去完成這個機器 我覺得很開心的這次找他們來排舞 因為他們那邊真的專業很多 他們很多東西都很有系統 而且有很多新的想法 在香港未見過 所以我覺得很棒 這次拍攝MV 有沒有特別難忘的東西分享 首先是溫度上很熱 因為你看到一些沙漠上的景色 其實差不多50度 那個體感是很誇張 我沒有試過這麼熱 看這麼熱的地方跳舞 真的不是難忘的 是想死 而且我覺得這次在美國拍攝MV 我自己也學了很多事情 如何跟那邊的人溝通 而且去找景 然後那邊的景色真的很漂亮 我看了很多景色 其實有很多都沒有選擇 因為首先是價錢問題 以及地方太遠的路程問題 但其實每一個景色都覺得很漂亮 有機會都想再拍攝 所以這次最特別最難忘的 就是可以跟一手一腳 自己去拍攝MV 就是Blue Monkey和Cue Machine 雖然過程很辛苦 但我覺得很難忘 會不會再拍攝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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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變得很好的 真好的 一起拍攝MV 加熱MV 會不會再拍攝MV 會不會再拍攝MV 到最後一看 其實可以看到MV 你會不會再拍攝MV 會不會再拍攝MV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